大家好,这里是李二姐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家庭版香酥小油条的制作方法 不用任何添加器 炸车的油条个个都是空心 蓬松又渲软 比在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碗面粉300克到蛋碗里面 加入3克的酵母粉 3克的白糖 中间面粉的筋性 再打入一颗肠胃母鸡蛋 然后用筷子充平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温水 先把它们搅成絮状 全部搅成絮状之后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洗干净小手 再将里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这样可以使我们活摔的面团更加的柔软 然后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一直把它揉成一个 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上面再给它磨少许的食用油防粘 最后上面再给它包上一层保鲜膜 把它放到为难的地方 醒发至原来的两倍的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活的油条面已经发了 发的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按板上滴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用手把它涂抹均匀 把我们活好的面放到案板上面 不用揉 直接把它整理成一个长条 然后再把它按扁 有点太长了 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按好之后 然后我们给它改下刀 把它切成两公斤块的条 切好之后再把两个落到一起 全部落好之后 再用一个筷子从中间给它压一下 然后再拿一个生坯拿起来 放到手里面 把两头给它捏捞 这样在炸的时候不会开裂 好了 像这样一个油条生坯就做好了 把每一个油条生坯都给它捏一下 所有的生坯全部处理好之后 然后放在这里给它盖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外皮给它风干 放在这里再醒发十分钟 接下来锅中多倒些食用油 烧至五成热 筷子放进去迅速冒小泡 像这样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调成中小火 这时候把我们做好的油条生坯 一个一个的把它丢进锅中 油条会随着油温的升高 慢慢漂浮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筷子 轻轻的给它翻弄一下 使它受热均匀 炸出来的油条更加的蓬松渲软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的油条体积已经明显变大 是原来的两倍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中小火 用筷子不停的给它翻动 我们在炸油条的时候 千万不要炸的时间过长 那样会炸出来的油条 表皮发干发硬 口感不好 一直把它们炸至表面金黄酥脆 像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控油捞抽 大家看一下颜色非常的漂亮 好了像这样我们的健康油条就做好了 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外皮非常的酥脆 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各个都是空心 里面非常的蓬松渲染 油条我们一定要趁热吃 然后再搭配一碗小米粥 早餐就解决了 尝一下 真的是太好吃了 比在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 四季大家做的干净又卫生 不加泡打粉和汪 吃了对我们的身体也非常的好 学会了这个方法再也不用去外面买油条吃了 我们可以提前把面团和好 放到冰箱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拿出来稍微整理一下 十分钟就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早餐 非常的方便 简单又省事 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炸油条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忙转发点赞收藏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